在政府上台狂搞綠能 有人爆料 云豹在2021年 不过是资本额1000万的公司 并用污水处理厂跟储能公司后 隔年拿了56亿政府标案 成了人生转列点 市值暴增成107亿 赖金林还能同步当19家绿能公司董事长 名嘴痛骂 绿营简直是有炼金传奇 先看预报董事名单更夸张 有三个都是民进党 赖金林当立委时 就提案修法律能 读董黎退之 还是赖金德子力兵 赖当隔魁 还提拔他当农委会副主委 难道除了蔡英文挺心潮流 赖金德也有撑腰 搞论难道真的是必须靠特权 才能发大财的成功方程式 明代海报料 甚至有报上云报大腿的污水处理厂 从原本八千多万 暴增到四十五亿标案 当台电狂亏人民土钱 政府买绿电就五百八十九亿 是不是只有绿能公司赚到满出来 跟他们采购电几度 那个价差是台电要亏本 全民亏本去养一些很特殊的 用光电板工 光电公司 何德何能一个人 十九家公司的董事长 了不起 我有狂轰台电破产 民进党一家老小吃到饱 国库通到民进党高官的内库了 百姓活在缺电恐惧 未来恐怕还得付高额电费 转头看看绿能公司狂赚钱 就怕人民看不到的背后 还有千千万万个绿能大亨 笑着数钱 记得陈正茂李玄台北报道